民间故事 女子佛前求子见佛像眼含泪珠 她端起香炉砸向佛头 大家好 这里是风牛爱世界 明朝年间 凤化县陵峰村有个叫袁兰的女子 她的母亲临时视线成柳家的奶娘 所以在袁兰出生没几天 就离开了母亲的怀抱 因为母亲要在东家给东家的小姐喂奶 所以一直是爹爹抚养袁兰长大的 在袁兰五岁的时候 母亲又生了一个弟弟 因为是个男孩 所以母亲格外重视 一直用自己的奶水喂养儿子 希望儿子能够茁壮成长 等袁兰的弟弟出生半年之后 母亲为了讨生活 就又去柳家做花了 父亲则在家里一边种田 一边照顾姐弟两个 其实父亲除了种地 就什么粗活都没有干过 五岁的袁兰 本来就身形瘦弱 不仅要照顾弟弟 还要给父亲做饭 都说是父亲在家里打电一切 其实撑起整个家的 却是五岁的袁兰 隔壁的那些婶子 有时候看不过去 就会过来看看袁兰 然后给这个孩子帮忙 村里的大伙都说 这袁家夫妇两个人 上辈子是做了什么 积德行善的好事 这辈子能生下袁兰 这么懂事的女儿 这女儿要是他们自己家的 肯定要把女儿宠上天 奈何袁家夫妇对袁兰呼来喝去 好像这孩子不是自己生的一般 时间过得真快 一晃又过了十一年 如今的袁兰已经十六岁了 你便说 这袁家二老长得都像貌平平 没想到这袁兰长得如此轻心脱俗 隔壁的婶子都说 这要是出生在大户人家 能嫁个状元郎都说不定 母亲临时听了这些流言蜚语 回到家竟然一巴掌 打在女儿的脸上 还问狠狠地说道 以后没事少和隔壁的阿猫阿狗 在那里东家长西家短 谁让你天天跑到隔壁 和他们聊天的 我没有和他们聊天 只是去村口打水的时候 他们看见我就在那里聊起来而已 原来委屈地说道 他不说还好 这一说 母亲又给了他一巴掌 骂得更凶了 你这货还敢跟我顶嘴是不是 原来只好用手捂着自己的脸 他的脸被删得通红 再也不敢多说一句 第二天一大早 全家都还在睡梦中 原来就起来给全家蒸馒头了 他从五岁就开始忙着做家务 而弟弟则是家里的宝 什么都不用做 只用养尊处优 要不是原家在村里 算不上大户人家 原来整天忙前忙后的样子 大家还以为他们家有个丫鬟 不一会儿 早饭就做好了 母亲坐在饭桌前 喝了一口稀饭 然后对女儿原来说道 这几天柳家要宴请宾客 人手忙不过来 叫我找人过来帮忙 你吃完早饭 就和我一起去柳家帮忙吧 这是你第一次去县城 机灵点 别毛手毛脚的 原来虽然很害怕母亲 但是她从来没有去过县城 心里还是有点小激动 她小心翼翼地点点头 表示自己知道了 母亲带着原来到柳家 一抬头 她就看见刘福两个大字的牌匾 大大方方地挂在门口 然后就跟着母亲来到大堂 母亲让她跟着后厨的人去帮忙 她一转身 就将一个身着华丽的同龄女子 给绊倒了 这个女子哎呦叫了一声之后 指着袁兰生气地说道 你找死是不是 没长眼睛吗 干嘛撞我 临时抬头一看 一副谄媚地迎上去 卑微又心疼地说道 哎呀大小姐 这个是我女儿 你哪儿撞到了 我让她给您赔不是 此人正是柳大小姐柳湘兰 和袁兰的出生时间差了几个时辰 可身份和地位却如此悬殊 说实话 柳老爷和柳夫人平时日理万机 将柳小姐交给临时照顾 临时一味地宠溺 才造成柳大小姐娇横跋扈的性格 有人甚至说柳家大小姐是奶娘一手带大的 长得和奶娘越来越像 没有遗传到柳夫人的半点美貌 不过是自己怀胎十月生的女儿 有什么办法 长得不像也得养着 柳小姐见识奶娘的女儿 奶娘平时还挺疼她的 便不做计较 但是她叫住袁兰 让袁兰当自己的贴身丫鬟 她的丫鬟这几天正忙的时候 却回家探亲了 临时听了之后 从后脑勺给了女儿袁兰一张 然后说道 大小姐给你机会伺候她 还不快跪下谢谢大小姐 袁兰想起母亲说的不能惹事 而且她刚刚来也不知道规矩 就赶紧跪下又是磕头 又是赔礼道歉 又是感谢 旁边的丫鬟和家丁看待眼里 但是都心疼袁兰 他们一向看不惯这个林妈平日在小姐和夫人的面前 一副面孔 在这些下人当中 又以自己是小姐的奶娘自居 这两面三刀的本事 不是府里任何人能比的 没想到对自己的亲生女儿也如此恶毒 谁摊上这么个娘真是遭殃 袁兰只好跟着刘小姐进了她的闺房 不一会儿 就有一个下人过来敲门 刘小姐让袁兰去开门 是一个下人将滚烫的燕窝端过来了 刘小姐这几天有点咳嗽 顿点燕窝润润嗓子 此时喉咙正痒的难受的她将一勺燕窝 直接塞进嘴里 烫得整个人吐出舌头在那里喘气 刘小姐缓过神来之后 站起来将袁兰一脚踹翻在地 生气地说道 你有没有脑子 想烫死我啊 怎么不早点和我说这燕窝这么烫 袁兰也是委屈 她一个农家女出身 这辈子都没有见过燕窝 她小时候家里穷 什么东西都要趁热吃 还要抢着吃 不吃就没了 她以为不用提醒 小姐也会自己吹一下 可那又怎么样 袁兰只能将委屈往肚子里咽 她跪在地上 一句都不敢吭声 刘小姐见袁兰一言不发 一气之下将碗里的燕窝 都倒在了袁兰的手腕上 袁兰被一趟疼得在地上打滚 刘小姐看着 这才露出开心的笑容 袁兰哇哇大叫的声音有点响 惊动了柳夫人 她赶紧跑来 问发生了什么事情 看到倒地的袁兰就知道 肯定又是女儿在惹是生非 便将袁兰从女儿的闺房带出来 让自己身边从娘家带来的老妈子伺候着 女儿多多少少会害怕母亲 不敢为难她身边的老妈子 柳夫人将袁兰带到自己的房间 让袁兰坐在凳子上 袁兰不敢坐 她以为那边被小姐责罚完 这边又要被夫人责罚了 便跪在地上战战兢兢地说道 夫人我知道错了 我是因为没有见过燕窝 以为什么东西都要趁热吃 所以才没有提醒小姐 柳夫人将她扶起来 让她坐在凳子上 手上拿了一罐药膏 她将袁兰的衣袖撩起来 想帮她上药 忽然看见袁兰手上的红色蝴蝶印记 然后睁了一下 问道 你的印记小时候就有吗 袁兰点点头 当柳夫人帮袁兰上完药的时候 袁兰才发现柳夫人是如此的善良 她一直以为 大户人家的夫人都是像刘小姐那么嚣张跋扈 不曾想刘夫人竟然如此温柔 还帮她上药 就连自己的亲生母亲也做不到如此 她的眼眶红了一圈 但终究控制住自己 没有让眼泪流下来 柳夫人送袁兰出去的时候 特地嘱咐不要碰水 还说自己家这个女儿从小被宠成这个样子 现在是很难改了 希望袁兰可以多担待 那一刻袁兰点点头 仿佛觉得眼前的是自己的母亲一般 第二天 柳夫人一大早就出去了 袁兰和昨天一样来到刘小姐的房间 她一推门进去 刘小姐的房间里 就做了刘老爷和刘小姐 自己的母亲临时 则站在刘小姐的一旁 刘小姐撒娇似的对父亲说道 爹爹 这个丫鬟我不要 我们家再忙我也不要 你让她回家 刘老爷露出了为难的神情 因为她昨天答应了夫人 要将袁兰留在府中 然后也打算做长工 可这女儿这样一闹 她也不知如何是好 倒是临时赶紧跪下朝小姐磕头 她说自己的女儿要是有什么做得不对的地方 小姐尽管开口 真不要女儿在刘府伺候 让她立马滚蛋 刘小姐听了之后 更加肆无忌惮 再次对着父亲说道 爹爹 林妈都愿意自己的女儿离开了 你还有什么好担心的 刘老爷一直在外做生意 女儿也没有求过自己什么 她只好答应将袁兰赶出柳家 袁兰在走之前 母亲临时还将她的头重重地撞在地上 对她说道 快点道歉 谁叫你惹大小姐生气的 袁兰的额头被磕破皮 还轻了一块 对着刘小姐又是一顿道歉 此时的她内心在滴血 为何母亲如此狠心 而刘夫人却如此善良 真的是因为穷吗 袁兰带着自己的包袱 就踏上回家的路程 出发前 她对母亲说道 娘 我好饿 早上到现在都没有吃东西 你还饿 你让我在柳家如此丢脸 得罪了大小姐 还想吃什么 要么自己解决 要么饿死在路上 休想让我再给你花一文钱 临时说完就进刘府了 只给袁兰留下一个背影 袁兰走在回家的路上 饿得实在是走不动了 走路都摇摇晃晃 一辆马车忽然停在她的面前 袁兰回过神来 柳夫人已经从马车上下来 柳夫人问道 孩子 你不在府上做事 这个时辰背着包袱去哪儿 她说话的时候 袁兰的肚子发出了很响的叫声 袁夫人赶紧让自己的丫鬟 从马车上拿了糕点给袁兰 还将袁兰招呼到路边坐下 袁兰接过糕点开始狼吞虎咽起来 一时还噎住了 柳夫人又赶紧给她送水 让她慢点吃 帮她拍了拍后背 袁兰总算将肚子填饱了 就和柳夫人讲了早上的事情 柳夫人听了之后 用一种慈爱的眼神看着袁兰 六名丫鬟拿来很多好吃的 让袁兰路上带着吃 接着两人就分开了 袁兰爬过了一座不高的小山丘 终于到达了大海边 经过这个海边 再过几条小路 就能到达自己的村子了 袁兰站在海边 海风吹着她的脸颊 让她觉得心里的不愉快 全都烟消云散 她想着反正都出来了 就在这里玩一会儿再回去吧 回到家肯定不是烧饭就是做家务 袁兰脱了鞋子 赤脚踩在海边的沙滩上 沙滩上的水一进一退 不断地拍打着袁兰的小脚 袁兰觉得非常舒服 一直在开心地踩水 不知不觉就完了一个下午 太阳将她的脸照得通红 她第一次露出了如此开心的笑容 太阳渐渐落山 她觉得是时候该回去了 便往岸上跑去 就在她跑的时候 却听见后面一阵轰隆轰隆的声音 她回头一看 一个几十尺高的巨浪朝她打来 她吓得赶紧跑 可是这海浪实在是太大了 想逃已经来不及了 就这样将袁兰拍到了海底 袁兰醒来的时候 发现自己躺在一张床上 可是她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 透过窗户 她看见这里的人都和怪物一样 虽然有着人的身体 却都长了一张非常恐怖的脸 她正在专心致志地看着这些人 后面忽然有人拍了拍她的肩膀 她一回头便看见一个人 这个人的脸倒是和人长得一样 但是此人突然出现 还是将袁兰吓得一裂借 摔倒在地 袁兰害怕地问道 你 你是谁 嘘 别吵 这里是龙宫 我是龙王的第三个儿子 你可以叫我龙三太子 刚刚你被大浪拖到海底 是我救了你 龙三太子解释道 袁兰做梦都不敢相信自己竟然会碰到龙王三太子 这不是做梦吧 他用手掐了一下自己的脸 哎呀一声叫了出来 才相信这是真实的 而不是自己在做梦 袁兰从地上站起来 这个时候 他才发现龙三太子没有双脚 他是躺在地上和自己讲话的 只有一条尾巴在他的身后一直摆动 袁兰有点好奇 为什么龙三太子没有脚 外面那些虾兵蟹将可是都有脚呀 龙三太子就和他说 他们海底的族人 在变换的时候有两个选择 如果选择自己的四肢 那么样子就会丑陋 和原来没有什么两样 如果选择自己的相貌 就会失去自己的双腿 不能走路 而龙三太子选择了自己的相貌 所以就只有一条尾巴陪伴自己 袁兰还是不解 为什么自己会被卷入海底 照例说海边是没有那么大的风浪的 龙三太子夸袁兰真是个聪明的女子 这样都能想到 其实是他的哥哥 看他虽然有了人的容貌 而不能走路 将人类的女子抓来给他 只要龙三太子吸收了袁兰的洋气 就能拥有双腿走路了 袁兰听了之后 看了龙三太子一眼 以为自己要死了 可是龙三太子却说道 你走吧 我偷偷地送你上岸 我不会随便伤害别人 袁兰听了之后 被龙三太子的善良所感动 他想到自己到目前为止 反正父母也没有怎么关心过自己 有时候他也想过死 可是他对自己下不了手 若能将自己的洋气给龙三太子 也算对自己生命的一种延续 不是很好吗 于是对龙三太子说道 我愿意将自己的洋气给你 要怎么样才能给呢 你自己来取吧 龙三太子说要互相嘴对嘴 才能传洋气 袁兰听了二话不说 就将自己的嘴凑了上去 龙三太子还没有来得及反应 她的脸一红 身上就有一股暖流 在她的心里流淌 同时 她也从袁兰的洋气中 读取了袁兰的记忆 知道这是一个善良又不幸的女子 一会儿之后 袁兰就晕倒在地 她原以为自己会死 却没有想到自己竟然活了下来 就是有点气虚 使不上力气 长出脚的龙三太子 赶紧将袁兰抱到自己的床上休息 此时龙三太子看袁兰的表情 已经有了一丝丝爱意 她觉得既然袁兰没死 她就要将袁兰给救起来 于是龙三就将自己修行了几百年的袁丹 从体内逼出来 送入了袁兰的口中 当袁兰醒来的时候 却是背着包袱 光着脚一个人躺在沙滩上 可是她什么都想不起来 脑海中的记忆一片空白 她看看海边的太阳 只剩一半 便赶紧起来穿好鞋回家了 回到家的袁兰 又开始了洗衣做饭的日子 一刻也不得消停 没过几天 她的母亲临时回来了 母亲还带来了一个人 这个人一进屋 就将袁兰上下打量了一番 然后对临时说道 林妈子 真是深藏不露呀 没想到你还有这么一个如花似玉的女儿 平时藏得够深呀 这里是一百两银票 当时订金 嫁过来之后 再给四百两 袁兰已经 这是母亲看自己到年龄了 将自己给卖了 根本没有问过自己的感受 不过她也能理解 母亲本来就对她没有多少爱 既然能换钱 她怎么会不换 嫁人的日子终于到了 袁兰所嫁之人 就是上次来送银票那个男人的儿子 陆九炎 住陆九炎附近的人都知道这个人简直就是无赖 每天出去吃喝女票赌 没有一样是她不会的 所以住在她附近的人都对陆家的人敬而远之 没有人愿意将女儿嫁给她 陆老汉只好花钱从林师那里将她的女儿给买了 两人匆匆拜完堂之后 袁兰就被送入洞房了 她坐在床上一直焦急地等待着 怕新郎很快回来 到了半夜 陆九炎终于拖着醉醺醺醺的身体往洞房赶去 她将袁兰的盖头给掀开 看见一张明眼动人的脸 色眯眯地说道 娘子 来嘛 我已经等不及了 袁兰露出惊恐的眼神 一直往床的边缘逃去 可是她已经逃不了了 陆九炎一个转身 就将袁兰抱在怀里 她嘟着自己的香肠嘴 往袁兰的脸上亲去 袁兰只觉得一阵恶心 袁兰看着眼前的男子 实在是奇丑 难以下咽 可是那又能怎么样 她也只能认命 双眼一闭 就任由这个男子摆布了 就在陆九炎想扒开袁兰的衣服 想进一步动作的时候 袁兰的身体忽然发出了一道金光 接着两个人都晕了过去 直到第二天早上 两个人才在一张床上 昏昏沉沉的醒来 对昨晚发生的事情 一点记忆也没有 袁兰也是一样 接下来的日子 陆九炎每次想和袁兰亲热的时候 袁兰的身体总是会发出一道亮光 之后两人就会昏睡过去 整整三个月过去了 袁兰的肚子还是没有一点动静 陆九炎的父亲陆老汉急了 他在饭桌上训斥道 你的肚子怎么还没有动静 我花五百两要是买了支 不会生蛋的鸡 有什么用 我什么时候才能抱上孙子 真是气死我了 说完就摔块而去 袁兰也不知道为什么 明明丈夫每日都抱着自己睡觉 为了尽快怀孕 让公公不再骂自己 他决定去城隍庙拜一下宋子观音 好不容易等到了十五的日子 这一天城隍庙最是热闹 袁兰就在这一天出门了 他看着城隍庙门口摆的那些小摊 挤进去看了又看 还有那些踩高敲的人和作戏的人 将城隍庙的门口变得好不热闹 袁兰嫁到陆家那么久 陆家父子只想让他快点生孩子 半步也不让他踏出家门 今天出来了 他一定要将这热闹看个尽兴再回去 他在城隍庙的门口过足了瘾 才依依不舍地往庙里走去 他来到观音殿上 跪在观音菩萨的面前 许愿道 菩萨呀菩萨 你一定要让我怀上孕 不然的话 我在陆家的日子就不好过了 他刚一说完 忽然就听见了滴答滴答的滴水声 抬头一看 竟看见眼前的佛像眼含泪珠 眼泪在不断地往下淌 原来在村里的时候 曾经听老一辈的人说过 如果在佛前许愿 若佛像流泪 证明许的愿望不会实现 连菩萨都会为这个许愿的人感到难过 因而流泪 想改变自己的命运 就要用佛前的香灰 将菩萨眼里的泪水给堵住 原来先是从佛前的香炉里抓了一把香灰 往佛像的眼睛扔去 可是佛像太高了 他撒出去的香灰 全部落到了自己的头上 他还呛了好几下 他见得招不成 就在佛前跪下来 向菩萨解释道 菩萨 我是真心想要一个孩子 要不然陆家的父子 肯定不会让我好过 得罪了 接着 原来端起佛前的香炉 砸向佛头 因为他想 香炉是比较重的 他用力一扔 碰到佛头之后 香炉的盖子就会散开来 里面的香灰 就会撒到菩萨的眼睛里 没想到这香灰 没有撒到菩萨的眼睛里 但是这香炉碰了一下佛像 佛像开始变得摇摇晃晃起来 朝着圆兰的方向砸了过来 眼看圆兰就要被这佛像砸到了 他害怕地蹲在地上 双手抱头 说时时那时快 有一个身影忽然出现 飞到半空中 将摇摇一坠的佛像给按住 让佛像不再摇动 圆兰一抬头 看见一个俊美的男子已经站在他的面前 对他面带微笑 圆兰好奇地问道 刚刚是你救了我吗 这位公子 请问你是 在下龙三路过此地 刚好看见姑娘前面的佛像要倒了 举手之劳而已 龙三双手作一 轻声说道 就在他们两个微笑着聊天的时候 陆九炎带着一大帮人忽然出现 这些人将圆兰和龙三包围起来 陆九炎对着他们两个怒吼道 我说怎么天天睡在 我旁边都不怀孕 原来在外面早就有了拼头 还说今天要来求子 我看是词汇这个男子吧 小的们 把这两个不要脸的人给我抓起来 龙三本想施法 可是却无力施展 这时他才想起 今天是十五月圆之夜 他以幻化成为人形 可是却法力尽失 原来努力解释 说他和龙三只是刚刚才认识 并非相公所想的那样 陆九炎一听 就更生气了 刚刚认识就龙三龙三地窖 还在那里狡辩 两人就这样被陆九炎的人 带到了一个黑漆漆的仓库 绑了起来 龙三被绑在了一个木棍上 陆九炎拿出鞭子 在龙三的身体上不停地抽打 由于龙三在陆地上身体比较脆弱 陆九炎每抽打一次 他就疼得撕心裂肺 连眼泪都出来了 而龙三的眼泪流出来之后 不停地往下滴 掉在地上就变成珍珠 陆九炎看了很是欣喜 他原本是想折磨 引游自己妻子的这个男人 没想到这个男人的眼泪 还能变成珍珠 他开心地手舞足蹈 打得也更欢了 因为龙三越疼 眼泪就越多 珍珠也越多 陆九炎觉得自己马上就要发财了 明天又可以去赌方耍了 原来看见一个陌生男子 以为自己饱受折磨 他的内心十分过意不去 虽然坐在地上被绑着 可是嘴巴却没有被塞住 于是变鼓足勇气反抗道 陆九炎 我根本就不认识他 你最好快将他给放了 不要伤害无辜的人 他的眼泪虽然可以变成珍珠 但是天上不会掉馅饼 你这样肯定不会有好下场的 陆九炎本来开心地鞭打着龙三 可是他一听到妻子的话 便停下手中的鞭子 走过去给了袁兰一巴掌 笨狠狠地说道 都说一日服七百日恩 你竟然敢诅咒我 看我不打死你 陆九炎高高地举起了自己的手 准备对着袁兰一巴掌扇过去 此时仓库门口又出现一群人 这群人拿着火把进入仓库 个个都有武功 还将陆九炎的那些无赖手下都抓了起来 最后出来一个人 嘴里喊道 住手 谁敢欺负我女儿 先问问我再说 女儿 袁兰嘴里嘀咕道 她知道这人肯定不是自己的母亲临时 临时只会伤害自己 哪里会就自己 她顺着火把的光看去 才发现说话的是柳夫人 袁兰有点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只见柳夫人命人按住陆九炎 她赶紧过去将袁兰的绳子解开 和袁兰解释 原来她才是自己的女儿 柳家的那个是林氏的女儿 当年她来当奶娘 为了让自己的女儿过上荣华富贵的生活 趁着黑夜 让袁老汉带自己的孩子去后门 将两个孩子调包 柳夫人一直觉得自己的女儿嚣张跋扈 和自己的性格越来越不像 而且她清楚地记得自己的女儿手腕上 有个红色的蝴蝶印记 等她做完月子 那印记竟然不见了 那天她帮袁兰上药的时候 发现了这蝴蝶印记 又知道她竟然是林氏的女儿 便一直暗中调查 终于被她知晓了事实 柳夫人已经报关 将林氏给抓了起来 那个假的柳家小姐 也被柳夫人赶回了原家 所以她就来接自己的女儿了 没想到被陆九颜 这个品行不端的人给糟蹋了 她的心中实在是愤怒 陆九颜虽然被暗压在地 但是她却大言不惭地说道 这么说我是县城 第一高门大户的女婿了 你女儿早就是我的人了 你现在要是对我不利 你女儿就要守寡了 我劝柳夫人三思而行 姐姐姐姐姐 刚被解救下来的龙三笑道 你少放屁了 袁兰的体内有我给她的袁丹 你每次想亲热的时候 我的袁丹都会将你们给弄晕 你们第二天早上起床 才会迷迷糊糊 以为自己晚上垫软捣缝 其实你们什么都没有做 她还是处子之身 你别妄想 这才是她一直没有怀孕的原因 现在你明白了吧 陆九颜听了更加恼火 她想扑过去杀了袁兰 刚正脱开身边的人 袁兰体内的袁丹就发出了金光 这道金光射向陆九颜的心脏 陆九颜顿时整个人都爆开了 变得灰飞烟灭 一会儿之后 袁丹又有一股暖流 走遍袁兰的全身 袁兰的记忆被唤醒 原来是龙三不想袁兰记起太多的事情 这也是为了保护她 才用袁丹封印了她的记忆 而现在已经过了三个月 龙三的身体已经恢复 就到人间找袁兰了 没想到今天是十五 自己法力全无 碰上了这样的事情 袁兰改回自己的姓 叫柳兰 龙三也留在人间 成了柳家的上门女婿 两个人婚后一直恩爱有嫁 他们的爱情故事 也在当地成为一段佳话 好了 本集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了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会